南部缺水還沒有緩解 經濟部旱災小組昨天召開會議 評估臺南的真文水庫 烏山頭水庫 水位偏低 不足以公灌 農業用水 決議明年一起倒作修耕 加南地區下半年 整體的降雨量是歷年同期 平均值的四成 旱災緊急應變會議決議 加南一起倒作 全面停灌 修耕 面積約一萬九千公頃 主要是研判明年一二月的水情 也不樂觀 又怕衝擊民生與產業用水 才先從農業用水來節省 而十四號起也將受理農民申請 停灌修耕的補助